根据国外的研究发现 具有过敏症状的儿童 生长迟缓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到5倍 医师也提醒小朋友如果有打喷嚏 流鼻水等过敏症状 除了会影响到学习力之外 也会让睡眠品质大打折扣 更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身高发育 医师也提醒家长可以适时的让孩子补充一生菌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好 小朋友换继时节过敏 又是鼻塞又是流鼻水 连带影响睡眠品质 有医师更示警 过敏症状一旦没有改善 恐怕会影响孩子长高 每个小朋友一年有三到六个成长期 他每个成长期只能维持两到三个月 他刚好又过敏的话 那又睡不好这个生产之术 又没办法分泌的话 当然会影响我们的成长 根据国外研究指出 因为过敏而睡不好的小朋友 身高百分位置有偏低的倾向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具有过敏症状的儿童 生长迟缓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二到五倍 医师说明过敏激转 其实就是人体在受到外在过敏源刺激时 免疫系统中第一型T辅助细胞 和第二型T辅助细胞 两者失衡 导致过敏反应发生 除了均衡饮食 远离过敏源之外 也可以透过补充医生菌 调整内在体质 平衡免疫系统 避免过敏成为孩子生长发育的绊脚石 记者陶俊玲反应提报道